大家好我是美樂 我是阿丹 我們現在在墾丁 其實就連我們自己也是 也是非常久沒有來墾丁了 那記得以前來到墾丁的時候 總是覺得說 來到墾丁就是去逛夜市啊 去玩海邊 然後還要花到不便宜的住宿 跟非常久的交通時間 那這次來到墾丁真的覺得 跟以前有點不一樣了 真的 但是以前喜歡墾丁的那個感覺還在 那這次來墾丁我們去的幾天 我們從來沒去過的餐廳 還玩的其他不同的體驗 然後我們還會分享我們這次的行程啊 交通啊 跟住宿 那如果你跟我們一樣 曾經也是非常喜歡來墾丁玩的話 那就跟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好的會讓你想要馬上打包行李喔 GO 我們這次到墾丁呢 就是從台北搭到這個潮州車站 我整理行李的時候就覺得好像要出國喔 然後我們這一次呢 是搭普悠瑪號從台北到潮州 是坐8點的車 然後12點07分到 那票價呢是925塊錢 然後普悠瑪比一般自強號還要快 大概少了一個小時多吧 因為他停的站比較少 可是普悠瑪他只有一班車 而一天只有一班 就只有8點這一班車 然後他跟自強號的票價是一樣的喔 好 那我們現在去牽車吧 Merry 都不知道屏東這邊有一個這麼現代化的車站喔 這麼厲害 哈囉 Merry的同事 你們好 嗨 Win OK 好那我們現在去取車 好 在哪裡拿車呢 你看我們來墾丁的行李就跟我們去沖繩 或是去廠灘島就一樣 對啊 一個行李箱加一個透明包 對 就可以裝完我們兩個人的東西了 然後在這裡取車啦 有嗎 對啊 開熱情就可以在這裡嘛 他會叫對不對 超酷的 你沒有叫他叫嗎 有 我剛剛租機車的時候我也叫他叫 然後路人經過來嚇到 我想說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這幾天的交通工具 我們就是租這個iRent 然後我之前有查了一下 我們租三天的話大概是四千多塊錢 Merry你看 我們的後照鏡上面現在被貼了一個這個 我們從台北搭火車到這邊要五個小時 然後再花一個小時 開車 到墾丁 到墾丁 總共要六個小時 另外大家都說要去沖繩 對 沖繩離台北 好想去沖繩 現在這邊幹嘛 等一下想知道 到了恒村的中餐 我們來吃這間湯匙飯口袋 因為這裡很多店都是兩點之後就沒開門了 然後這一間是兩點之後還有開門的 所以我們就來吃這間吧 看起來是一個很可愛的店 對啊 而且他是用個老宅改裝成的 對啊 我們本來要去吃波波廚房 但波波廚房兩點半就關門了 對啊 在舔手 當墾丁的貓有太陽曬 這間店就是在西門的旁邊 靠近西門 那他這邊離一些像是文創的地方 還有那個阿伯綠豆蒜也是在這附近而已 這邊是一個用老宅改建的一個餐廳 然後整個就是老宅的風格 對 然後還有用一些綠色的磁宅跟老宅 然後他座位區有分一樓跟二樓 然後他這邊一進來就有畫畫磁磚 對 畫畫磁磚很可愛 而且還有一隻電貓很可愛 在旁邊曬太陽睡覺 他們這邊的餐食就是有分兩種 義大利麵跟這種燉菜 然後燉菜的他就包含了沙拉跟麵包 我們點了這個紅酒牛肉 你點了什麼 嫩雞燉菜 那不過你點了這個是什麼 白醬義大利麵 我還點了這個氣泡飲 這看起來就很好吃耶 可以開動了嗎 這牛肉看起來就超棒的 可以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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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喜歡吃喔 不是啊 那你是不是有什麼菜 嗯 超好吃 哇 這培根也太大片了吧 真的耶好厚 那個培根好帥 我們點的培根是那個小小的培根 對對對 這是叉燒吧 這燉牛肉超級好吃的 我喜歡 超喜歡 你們吃吃看這個 嗯 這間厲害的店 在這裡少數 兩點後還繼續開 這個時候我們點肉桂捲 好香喔 難怪這個要等一下 它就是現卡的啦 對啊 這樣旁邊的卡士達醬 應該要吃這個裡面這邊比較會有味道 因為我吃這個太別別了 先烤好的餅乾 我超喜歡這種 你們回去想要放著的話 進烤箱的話 之前可以先 灑一點水在上面 好 然後之後進烤箱 先烤180度 然後三分半 我們大概等一下就吃掉了 我們買了一份餅乾 一份有兩片是60塊 而且他說 有很多人來這邊 把他們的餅乾都掃光 還好我們剛剛看到他們在烤 就琳特買了兩片 對 OK 我們現在要去吃冰店 左邊 左邊一直走就是了 吃完中餐之後呢 我們來吃這間 阿伯綠豆蒜 走吧 綠豆蒜也算是一個 來得過墾丁這麼多次 都沒有一次來吃的東西 你是不是不知道綠豆蒜是什麼 對我原本還以為 這是個綠豆加蒜頭的甜點 它就是綠豆的小豆苗 綠豆人嘛 對啦綠豆人 冰的原味 一個原味的綜合 它這邊有熱的跟冰的 有分原味跟綜合 還有綜合就是有加一些配料 它是因為長得像蒜頭豬 叫綠豆蒜嗎 對啊 你看像吧像吧 綠豆人 綠豆人 它真的是狗狗的東西耶 看起來也是有勾芡的東西 是糖漿嗎 怎麼可能糖漿濃成這樣 他們說這綠豆人啊 它也比較鬆軟 所以比較適合給老人跟小孩吃的 我不適合吃 不是啊 你是小孩啊 我也不適合 這吃起來好空虛喔 好像沒吃到東西的感覺 這裡就是來吃一個 你來過恆春的味道 就是涼涼的這樣 這真的好適合給老人跟小孩吃的 因為都不用攪 因為我們就覺得攪到沒東西的感覺 要有點綜合比較多料 對 下次要點綜合的喔 怎麼樣這個綠豆蒜你們覺得如何 好適合 不錯 好像不用吃第二次耶 對 你真的沒有吃過綠豆上的人可以來吃 對可以來試試看 但我覺得它這個還滿是很熱的時候 來試個涼的啊 對啊對啊 就是現在的天氣 好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這次來到墾丁這邊的重頭戲 夜宿海生館 然後我們這邊報到之後 他就會給我們一個小牌子 很可愛耶 小白金區 耶 特別挑選的小白金區 他這邊夜宿海生館 除了小白金區之外 你還有很多區 像是什麼 企鵝區啊 什麼 樂帶植物區啊 對 非常多區可以選擇 對 裡面感覺就是很多小朋友 對 我在網路上看到人家說 小白金會打虎耶 不知道會不會齁 飛得我看到那兩隻金魚了啦 在那裡 啊真的耶 我對海生館的印象 最順利就是那隻金魚 我上次來大概真的是 國小畢業旅行的時候 超久以前 這裡竟然可以讓小朋友玩水 對啊 欸我小時候就有來玩過來了 我小時候我怎麼沒有印象 可以在裡面玩水 好開心喔 就是像穿那樣 然後上半身都沒穿 妳穿這樣子喔 對 穿長內褲 那來到這邊速速啊 兩點的時候 就可以先參加他們一個 夢啦啦的活動 每一個季節是有不一樣的活動 對 那四點的時候呢 就是在這隻虎星下面集合 等待大家一起check in 那check in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我們今天住的地方囉 要找到今天參加夜宿行程的來賓 我們要來虎星下方集合囉 虎星 他們這邊住宿我們會下到B1 然後就來這邊放行李 這邊除了置物櫃之外呢 還有這個可以沖手機的地方耶 一個家庭是一個置物空間 超大的一個置物箱耶 哇這個人可以進去了 參加這個夜宿海生館 一開始就會有這個導覽 來跟我們大家講解一下 那這裡有住宿啊 然後這裡有各種不同的館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稍微多大大小巷 第一天的深度導覽還有夜間導覽 然後隔天還有朝間帶的導覽 來到這邊記得一定要帶水果 不然的話口頭會沒有水果 剛剛說宵夜是綠豆蒜 對我們剛剛才吃完綠豆蒜過來的 對我們剛剛才吃完綠豆蒜過來的 對然後這裡 就可以不用去吃綠豆蒜囉 對來這裡吃就好囉 太好笑了 我剛剛才說不用吃第二次 結果我們現在就來第二次了 他現在在講解綠豆蒜怎麼來的嗎 他在說綠豆蒜的由來 齒齊太后帶過來的 你看我們就是突發前沒有看人家的影片 所以才會吃了兩次綠豆蒜 現在我們來介紹一下洗澡的地方 一進來就是有一個鏡子吹風機的地方 然後誰走上來 喔就是有很多的淋浴空間 還蠻多間的 感覺不用等 波浴乳跟洗髮乳 然後淋浴的 這裡可以放東西 然後要記得自己帶浴巾 要自己帶浴巾跟浴巾 這邊有看到兩根針針的嗎 喔 這兩根是它的交接器 對 那我們等一下這邊有進去的是觀察 真正的加油 那一個啊 對還有針魚啊 這個都是軟子魚的設計 在剛剛解說完我們這兩天的行程之後呢 我們要去這個珊瑚館 然後剛剛寫多遠 有寫多了上面這些魚的設計 還有海針館的設計裡面 對 都是跟海針有關係的喔 對 那說這個珊瑚啊 它是屬於共生的 對 對 只要有一隻吃到食物的話 其他每一隻都可以得到養分 那剛才說這個是全台灣最大的獨立珊瑚 對啊 很辛苦吧 接下來我們來到這個是沉船區 那它這邊呢 就是仿造了一些生物遺留在這個沉船上面的樣子 然後這裡也是一區睡覺的地方 真的喔睡在沉船區裡面就對了 那不就是感覺跟著沉船裡面的幽靈一起睡嗎 我覺得有點這很可怕 所以我們就沒選那麼多 我覺得這裡很像那個有深海鹽亡的地方欸 它也是貼上來的一種 我發現這名字了 它也是貼上來的一種 你知道深海鹽亡嗎 選鬼其行啊 之前大家都是在他有滷對不對 他們是可以吃的喔 他們的滷就都藏在這個一邊在上面 或者不用擔心 可是大家如果吃這個就插著 這樣很像它前水一樣的感覺 這不就是跟你這樣一串走 然後講得一樣嗎 帶到這裡很像是看到沉船裡面的樣子 好像前程進去看沉船的樣子 真的好像在沉船裡面浮起來 我覺得我好像在沉船裡面探索寶藏的感覺 這就是模擬如在海底裡面的世界 但不是真的像很深很深的海底 這是大概叫淺攤而已 你聽過他剛才的講解 現在分得清楚男生跟女生了對不對 我知道男生跟女生 他在睡覺囉 他是有猴腿 他叫做靈臀 他是有靈天的猴腿 他在睡覺囉 剛導覽員說這裡也是一區睡覺的地方 很適合兩個情侶 然後坐在這邊吃飯 坐在這裡吃飯 或者是吐在這邊 所以要是你們海鮮 今天是六點準 請您把握美好時光 期待您的再度光臨 謝謝 我們要去看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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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 我們今天晚上睡覺的地方 你看後面我們就要去看白金了 真的好大隻喔 對啊 哇 晚上要睡這裡